华国巴黎除了有塞纳河等景点之外 各式各样的美术馆与艺文活动 也是这座城市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其中在1977年就与开馆的旁毕度艺术与文化中心 仿佛供定现场般的外观 即使在经过40年后的今天依然显得很前卫 外露而不加修饰的钢架以及许多的水管都让它与众不同 馆内的展览以当代艺术作品为主 虽然未必每件都容易理解 但都能为视觉等感官带来刺激 旁毕度中心是有观景台 可以居高临下府和巴黎风光 而在中心外的广场也有浓浓的艺术气息 若想再多欣赏些现代艺术创作 也可以走到距离很近的必怕说美术馆 在由古老关底改建的美术馆内 感受这位艺术奇才创作中的魅力 巴黎的人文风采腐蚀即逝 不同类型的艺术景点都值得细细品味 中心文法国报导